第三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看牌 游戏开始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2号 5号 6号 7号 9号 10号 12号 共7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7号玩家开始发言 首先7号发言非常开心 因为7号 看到了上警的信息之后 其实是比较担心靠后发言的 因为我的一张茶沙牌在警上 我是一张预言家 我先说一下警惠流 我先验底下的二科 警上这么多人 我再验个警上的人 警上的 好吧 那我先验少帮主再验二科 因为我不知道女巫的解药用不用 女巫的解药如果用了的话 我怕没有第二页 所以说 我挺想给少帮主一张金水牌的 我的茶沙是12号 原因很简单 昨天晚上狼人讨论的时候 稍微有点长时间 我觉得可能有战术上的安排 因为我和JY当狼队友的时候 我们愿意安排一些战术 所以我验了一下12号这张牌 但是12号是我的一张茶沙牌 我拿着预言家的牌 其实挺开心的 而且我第一个发言是我最开心的 现验少帮主 我希望少帮主能带队 你是我警惠流的第一张牌 我希望给你一张警长 如果你是一张好人 我相信你会在发言中支持我的 因为你是我警惠流的第一张牌 二科的这张牌 因为没上警 其实说白了 我就主要看了看 我觉得也没有多少坑 我就随便验了一下你 不是一个关注的重点 今天12号这张牌 是我的茶沙牌 好吧 过了 编家 昨天晚上茶沙有惊醒 然后抱一下警惠流 警惠流的话年5号是吧 我觉得你没有这个功能验他 但是我不拍出你可能 把你的狼同伴安排在警惠流里面 所以我要去摸一下这张五号牌 就是好人牌 我肯定会把警惠流给你 所以你也不要怕狼人想是要去盗你什么的 可是没有这个功能 我是一个真预言家 那么我昨天晚上茶沙是9号这张牌 不是10号这张牌 然后12号我是个假预言家 所以这个茶沙并不成立 我定12号暂时是一个好身份牌 那么10号大九身 是我昨天晚上茶沙 12号是我暂认的一张好人牌 暂认的一张好人牌 因为我没去见过他 但介于一个假的汗跳渊家查杀他 那么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生饭 我希望你之后会退水 好吧过了 先跟上次上盘相信我的好人道个歉 这个真的没办法就是游戏是逼出来的 真的不能怪我了 就我也不想见大家了 然后再给我编上这位刚才那局的狼同伴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就是就五秒五秒钟退水好吗 五四好是这样啊 这盘我是一个真的预言家啊 这盘我是个真的预言家 这盘真的不汗跳了 这汗跳你知道汗跳有多烦吗 你知道到后面你要想好多好多 然后一直骗你认识人 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我拿狼我绝必不汗跳了 真的好累 就这一轮真的预言家好吧 这个囚徒你也可以下来了啊 这个囚徒七号玩家呢 是我的一个金水派 是我一个金水派 然后 十二号玩家的话呢 我不准备验了啊 我不准备验了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 这这个肯定是一个扛推的一张牌 我验一下 六号玩家这张牌 因为六号玩家的状态 相对起伏比较小 所以比较难看出来 然后再验一下十一号玩家这张牌 我是一家 我是一张真的预言家 希望能大家能够把景辉真的投给我 让我这个 在此能够带领大家一次 好吧 再给我一个重新做预言家的机会 好吧过了 这个七 九 十 都不是原家 并且我觉得 这个 九号 就是 我觉得七号有可能在前阵队炸我身份的牌 然后九号呢 他说你七号做不成一个真原家 但是九号认我好人 我不懂 就是 你虽然九号认我好人 但是我要踩你 就我觉得这场你九号的发言 首先 你当不成一个预言家 其次 你有个 你凭什么会给我 一个后置位举手人 一个好人身份的 所以在我看来 七号不退水 我飙狼 九号 我已经把它 飙作狼了 而这十号 又给了七号一个金水 你们 三个人都跳预言家 好吧 我是真的预言家 然后你们三个人 谁准备给我憨跳 就留在上面 别退 是吧 然后我看你们谁退水 昨天晚上我查杀了十一号 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查杀十一号 为什么我去验那个十一号 因为第一盘的时候 我敏锁她身份了 第二盘呢 我也没看出来 她是女巫盘 就是我对于这个西班牙 比较陌生 所以说我摸了一下她的身份 所以十一号是我查杀 我留下井辉流 我第一天的井辉流 我会验一下 井下的八号老鼠 老鼠这一盘吃身份 其次 我再验一张四号 因为四号我也确实是才玩了两盘 就是摸不准四号身份 我的井辉流 先八后四 今天全部出我的十一号查杀 然后七九十 不是预言家的赶紧退下去 好吧 我说这么多过了 二号预言家 井辉流先查十二 再查五 昨天晚上查杀七号 过了 七号我给你三秒退水 一 二 三 好 七号是铁狼 因为七号在发言的时候 瑟瑟发抖 他甚至说 名字的时候 都是有颤音的 以七号 每一期节目都要练习汉跳的这种选手来说 能发出瑟瑟发抖的言 我觉得啊 你作为一个炸身份的牌 你已经够了 因为你炸出了 我目前心中的真语言家十二号 好吧 我觉得你不退水已经是狼了 那九神你退吧 好吧 你不要让七号十号双狼刚下去了 二号我觉得 他跟我一样 觉得七号身份不做好 对不对 你该退也退 退水退水 你看吧 这就帮你们聊出来 九神要不我再给你一点机会 好吧 要不然你说你两狼刚在上面没有必要 好吧 九神我再给你五秒钟 七号已经不可能再退 退了也是狼 好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要不追歪你退 开个玩笑 那九神你们仨就刚着呗 对不对 反正我心中比较偏向十二号一点 那七号十号这么坚定不退 那就刚到死了 对不对 十一号你要不你跳个女巫吧 你说我晚上把十二号给读了 对不对 要么你也没这个水平 你也没这个能力 一会你十一号警察发言我们也能听 再看一下明天的死亡情况 九号二号我认身份还可以 好吧 但是九号有一点 这边也说的对 他是已经默认十二号是一个好人了 那么在七号 他的狼队友起跳 查杀十二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 在他的心底里认为十二是好人 他才会说这种话 所以九号是一张疑似狼人牌 但十号你这还不退的话 我觉得像一张狼 那也太明显了 七九十三狼 我觉得不至于 总归七和十 我一会相信会有人退的 那我发言就这么多 好吧 六号发言 六号是最后一个发言 听了一圈 就想查杀一下七号 然后查杀完了之后退水 发言完毕 五号 七号 十号 十二号 仍在警察 没有上警的玩家 请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 弃票 一号 投给七号 十一号 投给十号 三号 八号 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当选警察 拥有1.5票 归票权 昨天晚上 是平安夜 北青年的玩家是 九号 警察 请选择 从警左 或警右 开始发言 额 警左吧 从1号玩家 开始发言 1号发言可能时间有点长 第一轮其实蛮乱的 警察都任怨远家 然后 2号退了 6号退了 9号退了 只剩下 还剩4个 5号 7号 10号 12号 我这一票为什么非囚徒 前次会爆查杀 炸身份的可能性很大 没有退水 有这个勇气 我是任一半的 然后现在为什么我能做 等票刑出来以后 我能认为他是一个预言家的真实情况 大家看一下票刑 票刑很重要 现在拿到警 我们先分析拿到警徽 警徽的12号 12号 查杀的11号 7号 查杀的12号 他那一票没有非给对面的7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先给了9号 再警下 再给了10号 现在的话他这票非给10号 我觉得很不能理解 他这票正常情况 如果我 你查杀我 我这一票应该查杀给 查杀你的人 对面的7号 他给了10号 这只有一个可能 狼查杀狼的情况 外之卫飞了一票 他不想把这一票 非给一个真的预言家 因为他查杀到他队友 这是我的逻辑 票行我觉得不会骗人的 因为他下一次组了一个9 然后他也不对 再改 还改10 没有改7 因为改7为什么 我举了7 两个举12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要有一轮PK 是不是这个逻辑 他为了避免这一轮PK 非给了一个外之卫的10号 我第一个反应 他应该会给7号吧 给了个10号 我不能理解 那只有一个可能性 他是你的狼队友 为了把景辉给你 我第一个发言 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个话给掰过来 但是票行看的话 前面非你票的3号 明几名以下 8号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身份 反正上你票的 我总觉得有点问题 我是个强神 这轮我怎么样都要死警辉 因为这票行太奇怪了 反正这轮我无脑站7号编 从头到尾 我是强神 过 2号发言 2号只能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 2号觉得这把景上的配置好像有点高 就是 就是四个预言家没退水嘛 四个预言家 5号 7号 10号 12号 这我只能说景上配置有点高 这只能从一个侧面的角度来判断 狼的配置比较高 应该是这么说的 不是景上的配置 是狼的配置比较高 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有这样四个人站在井上不退下来 我只能说我是个闭眼玩家 我没有半点的信息 我希望可以有刚才没上井的人 或者是能够说清楚身份的人给毕业玩家一点提示 我只能这么判断了 因为 我说实话 我毕业玩家觉得11号投给10号也很正常 好像没有 就是没有那种必须要成立的这种情况吧 小楼这把你还是狼吗 2号玩家发言完毕 3号玩家发言 其实我觉得这局景上有 云哥你刚才有句话说错了 景上其实只有三个人认预言家的 7号 10号和12号 5号他的发言 他说了他不是预言家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在我们作为平民玩家来看 我们肯定是要站三个人里面 只要挑一个站边 然后我站在12号的边 为什么 因为7号他的发言 他的发言状态让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预言家 只能从10号和12号两个里面挑 所以10号这个预言家我是不认的 因为他的发言是怎么样的 他的发言特别软 如果九神是预言家 就跟上一局一样 如果他是预言家的话 他的发言一定会特别慷腔有力 他就跟上一局一样 他在编故事 所以我觉得10号绝对不可能是预言家 常常唯一生下的预言家 就是12号JY 就是说为什么我要站边12号的理由 我之后会一直站边12号打 谁也摆不住我的票 然后前置位的话 1号的发言1号的发言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身份 然后5号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身份 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蛋牌 但是这局的话我觉得 为什么还是觉得9号桃子有一点偏狼的心态 因为我跟你玩的太多了 我觉得你有时候发言有点爆炸 可能我自己发言有时候挺爆炸的对吧 但是我好人的发言就特别阳光的 但是你有时候发言就很紧张 然后你汗跳到一半 然后又不跳了 让我觉得你身份特别不做好 那如果你是个好人牌的话 我希望你聊清楚 然后这轮的话我会跟警长走 我一定会跟警长走的 过 4号发言 我觉得 我刚刚7票了 因为我有点没弄明白 秋图我记得好像是查杀了12号是吧 反正我觉得场上刚刚那三个预言家 桃子肯定不可能是预言家 自己也主动退水了 但是我觉得10号做不成一张预言家 然后我想起1号玩家 1号玩家刚刚说的那一点 说11号玩家那一票投的很奇怪 就是我记得好像也是 我觉得11号玩家等会可以解释一下你这个行为 因为12号玩家查杀你 但是你也没有投给 你好像投的是9号我记得 然后好像又变了首诗 我记得你一开始比的是9号 然后看了一下他是退水的 所以我觉得你的票很奇怪 如果说你等好的发言让我不好的话 我可能就直接站边12号打了 然后我因为后面两个预言家发言还没听嘛 我觉得前这位听下来的话 没有太多的信息 1号玩家不聊 1号玩家认强神嘛 所以 我觉得少帮主刚刚紧上的发言是一个好身份 少帮主的发言在我这边是个好身份 从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王的身份也不会差 反正我觉得锦上发言 身份最低的还是桃子吧 但是桃子这一轮禁言了 我觉得这轮暂时 就是我觉得还是等下一轮 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比较好 10号的话 我觉得你要聊一下 我觉得你不是一张预言家的牌 因为你给的是7号精水嘛 对吧 我觉得你10号要聊一下 如果说你是站边7号打的 你就直接说你是一张名牌 你站边7号打 但是你不要再认一个预言家 如果你是一个名的话 就有点混调视听了 我觉得我要听一下 两个预言家的发言吧 然后我觉得 就是7号跟12号这个 好强啊 最后要看到两个厉害的人 对刚了 非常值得期待 我要过 4号很想学习一下 他们对刚嘛 对不对 好好听他们发言 7号也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12号也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10号也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但是我觉得啊 7号这轮应该会说清楚 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有可能啊 就是就我刚才想 为什么7号10号两个人 都在一直僵持着刚下去 总有个理由 我都劝他们这么下去 我别说 我说别送两郎 对不对 他还要坚持 两个人都要坚持不退水 有一种想法呢 就是10号是真的预言家 7号呢 是我说我是你10号发的金水 我觉得你10号像真预言家 我觉得12号跟你对汗跳的 所以我坚持不退 你可以好好说出这个理由 我觉得比较可靠 对吧 7号 你做真预言家 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你的发言确实 确实不够好 所以我为什么上一盘当中 我就说 颠上第一轮发言很重要 一旦出了问题 你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那7号你如果用这个理由说 你觉得10号是真预言家 12号是跟他对跳的 你保持茶茶不退水 对不对 我也许 我今天这单票不飞到你脸上 然后夜里不把你 用潜行者的功能带走 好吧 我明打 我跟12号战队明打 好吧 如果你聊得不好 我单飞你7号 都不用白天出你7号 我夜里把你带走 输了的话 对不对 那是我自己判断的问题 没有问题 好吧 如果7号10号发言好 我也许单飞12 把12带出去 我这个人呢 作为好人方 上第一轮的景上发言 我不妄下定论 但是 我给12 7 13个人PK的机会 我觉得发言不好的 我单票飞他 你们该投谁投谁 我晚上处理他 对不对 我要听他们的发言 而且我觉得会很精彩 好吧 过了 6号发言 6号 6号是个名 但是6号这轮还没有想好 占哪个队 三个队好难占哪 两个队我都很难抉择的 6号就是有这种选择困难症的人 所以我现在6号是 前面云哥说 3号说 2号说要把身份量清楚 6号告诉你 6号 6号的身份就是 是聊清楚 而没有信息 6号 所以我会凭着我的第六感 把我的这一票 投给我心目中的真正预言家 但是我上轮是查杀 7号 其实还是四处有赢的 我感觉囚徒 因为我跟囚徒玩的时间 特别特别长 从远古时期 我们就在一起玩狼人杀了 那个时候还不叫狼人杀 那个时候叫原始人杀 那个时候就玩到现在 所以我囚徒一发炎这个状态 我就感觉肯定是个假的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 12和10里面选 但是囚徒也不一定 是不是囚徒已经玩了这么久了 可能有变化 人嘛 我总有个这个 7号玩家又能发言了 其实这半圈听下来呢 7号玩家是有点伤心的 就是我唯独伤心的是 少帮主你这一张牌 我跟你说 你是我警惠罗的第一张牌 12号爆11号的查杀 在我的视角里面呢 10号为什么支持我 我觉得是10号晚上救了我 12号是不可能自刀的一张牌 那他爆的11号查杀 我认为11号反常的举动 11号这张牌 你是被12号查杀 对吧 绝对是一个狼的行为吧 不存在炸底下人 炸你身份的行为吧 你是不是应该 举我7号的票 我是真一元家查杀的12号 你去举10和9 那让我知道呢 你们是一个狼查杀狼的板子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之间 最后你可能会爆 或者是爆狼发言 那这轮呢 我7号原家非常想活下来 因为我特别想知道 少帮主这张牌是什么身份 所以我7号怂一下 我7号怂一下 我是一个真元家 但是我想活 女巫也别赌我 我今天晚上呢 我跟着这个你们 这么大半圈 都认为的所谓的真元家 我去出11号牌 因为11号牌在我眼里 是一张狼牌 我认定你12号 11号是狼查杀的板子 对吧 我们今天出11号牌 九神支持我 其实你比较危险 因为你是一张 就是他们能看出来 你这么坚定 占我7号队的一张牌 应该是一张吃身份的牌 要不就是你 如果你是一个 无吃身份的牌 你这么占我的队 那我真觉得你 办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我觉得你很危险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就是1号牌是一张 点出了这个问题的一张牌 是一张我认为心里的好身份牌 阿尔科这张牌 在警察弃票 而且我说警惠留第二张 应该是一个 发现状态比较好的牌 少帮主 这张牌 我真的 我说实话 我一个真元家 我有点失望 然后2号和3号这张牌 小楼的观点是 我没什么逻辑 我就支持12号 你7号发现状态不好 我就支持12号 那小楼 我们想他上一局的什么身份 是一张狼牌 无限战队立场 他再上一局 邱比特的时候 无限战队立场 就小楼一定是有 确切信息的时候 他才会放战队的一张牌 我觉得我拉不到你的票 对吧 那云哥这张牌呢 你也是站定了 不一定会改的 你这么坚定的 都占12号的票 你们这半圈下来 王说用以前的状态 来评判我 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聊 但是我是一个真一元家 我非常想活 就是我哪怕 多给你们一轮信息 你们当听着玩也行 我想知道少帮主这张牌 就真是什么身份 因为呢 他如果是一个好人 想办好事 我怕你一旦穿了 潜行者的衣服 潜行者单票飞你 不但暴露了自己 同时把你给带走了 我们好人非常的亏 所以说 你们让我活一轮 我验一下5号这张牌 是好是坏 告诉大家一个信息 听着玩 对吧 反正我们今天出了11号 就按照12号真一元家走 11号查沙牌 我7号不能死在夜里吧 对吧 因为12号也不能死吧 你又不可能去自刀 你愿意自刀 晚上我愿意白天陪你 好不好 我一个预言家换你两张狼 我OK 我接受 今天出11号牌 因为我觉得我出12号牌 我拉不动你们的票 你们都立场太坚定了 那后半圈我还没听 九神我觉得应该是支持我的 这个是上票 在井上上票给12号的人 我不敢保证 我能拉到8号的票 我掰指头算一下 感觉 我要是今天让你们 跟着我一起出12号呢 我这一轮基本就是遗言了 所以说我怂一下 我们出11号 OK吧 出11号帮助你别标记我 你别标记我 你一旦崩了我 没必要 我验一下你 给你个好身份 你听着玩也行 对不对 我们今天全票出11号 我尊重你12号这张牌 我当你是一个平民 看读懂人了 你把11号给出了 你别出我 你别出我 我们出那个茶杀 好吧 7号过 本来啊 8号玩家发言 本来到7号玩家那边 7号还没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7号可能是一个真理预演家 我们是不是战错队了 我上一轮我投12号的票 就只是友情支持一下 因为我们上一把配合 打得确实挺不错的 我们两个名对吧 对 就是纯属友情支持 后来我听了 我听了像发言下来 都是在支持12号的 没人支持7号 我觉得7号可能就更像真的 但是你刚才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 你如果你是真理预演家 对吧 你如果是真理预演家 你怎么都得出12号 这11号是11号即什么 你应该是先出12号 11号再顺出 对吧 你这时候 这时候你再说 你怂下来 你跟着这个12号怂下来 先出11号 其实我刚分析了一下 就是我觉得1号 我觉得1号 那个玩家说的有道理 他们有可能是狼踩狼 就是狼踩狼的板子 因为我确实也不太理解 12号查杀11号 11号为什么不支持你 去支持了一个10号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11号是个女巫 昨天晚上她 就是了10号 因为10号玩家 也是个任意预演家的 我在想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存在 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预演家 就是 她是你的查杀牌 她现在又拿着警规 你必须得干她 你不干她 你怎么做 你自己的 自己预演家的身份 是真的 从一圈听下来发言 好吧 我个人感情占你这边 但是你说你要出11号 我又有点 不太愿意跟着你了 反正 变了我看着头好吧 我的票暂时 暂时挂在12号头上 过了 我现在就想想想想想想要 我记住 我记住 我要看我 我记住 你还会发现 我记住 我也会发现 我的工作室 我很害怕 你还会发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到我发言 这样啊 这这轮呢 不管大家觉得我发言好不好 其实我纯粹就是一个 就是比预言家还要牛逼的牌 为什么我上来挑一个预言家 然后他们俩刚的不退水 因为很简单 昨天玩我已经救了自己了 今天我看心情毒人好吧 这这老鼠你刚刚那句话什么情况 是不是因为11号是女巫救了10号 你怎么知道10号死的 哈哈哈你这人聊爆了今天 哈哈哈 我是女巫啊我最想要救了自己 哈哈哈这关键手刀保护 所以没被刀是吧 我这个狼人可以的啊 他想的刀我 不过还好哥是女巫 哥跳起来哥不怕死对吧 反正你们这轮肯定是想刀预言家的对吧 这刀不到我头上 我这轮肯定是盲途老鼠的 哈哈哈 你已经聊爆了 你等一下看老鼠死不死就知道了 然后 呃 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啊就是 老鼠说11号会不会是女巫 知道10号死了 所以把票投给10号 那么 11号 他等于说是在帮11号掰票 然后自己说自己最后是要投12号 是这个情况吧 你是说最后要自己要投12号对吧 呃 那也就是说 我一开始的这个 想法可能是想错了 就老鼠是狼 11号是他被他查杀的狼同伴 JY是真的预言家 然后 他还是想把这个12号投死 但是其实老鼠跟小楼是第一轮给JY上票的 呃 说实话我现在听了一轮下来 就因为我一开始战队囚徒的 但是我现在 我不坚定了 我不坚定了 然后 我在发言这个位置 也比较尴尬 因为我是靠后 但是我又没好玩 也没总结出来什么信息 呃 所以我这个神有点不称职 先跟大家道个歉 那这局我会看心情毒老鼠的 啊 然后两个预言家 如果说你们看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11号是可以归的 11号是可以归的 11号是可以归的 然后 有可能我会被刀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预言家应该都不会吃刀 有足够的理由来赌我 因为狼人是知道第一天晚上杀了我没死嘛 对吧 所以我 我应该是会用毒药的 至于 至于具体毒谁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 你们看到肯定是双死 啊 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人死了 呃 那这样的话大家逻辑会更加顺一些 那我们听一下后面两位焦点人物发言吧 过了 呃 11号玩家发言 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上票给9号然后10号的原因 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还在想 我 我玩蓝沙这个游戏不算特别多 我当然就在想 哎为什么这位要查杀我啊 我还在想为什么的时候 投票啊 我赶紧 这个人我肯定不能举了嘛 对不对 我是个名啊 我还投他 脑子有包罢我 是不是 所以在你们发言的时候 有几个人我是没有听到了 就是马上要上井的这个发言 就是马上井已经结束了 我要投票 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在 JY说完我已经是在想 他的收益是什么 他搞我的收益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投票的时候 我是想投给这两位之中 这个人是退水了 然后这个人是 我觉得 因为上一把他是假预言家 骗了我 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九神 九神说 汉跳预言家压力好大 我不会汉跳预言家 这把我是真的 然后爆出了自己的信息 所以我投他 我之所以9号10号投错 是因为我看错手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任何理由 因为我还在思考 我为什么会被查杀的原因 那我是一个名 这把我是个闭眼玩家 要爆了一个 我觉得就算我这把被扛推了 我死了对不对 那我也应该帮好人来 找一下场面上的有狼面 因为毕竟我是后织为发言 我听了一圈的发言 那我觉得 8号已经 出局了 这是什么啊 九神说得很对啊 我认得好人牌 他说8号这一点 我觉得说得很对 你是睁眼 你肯定睁眼看到了什么 我不是女 我就是个名 就这么简单 12号的身份 他是报我的查杀 那他的身份不做好 我不看好他的身份 然后7号的囚徒 觉得狼采狼 我没有那么高端吧 狼采狼我应该上井啊 应该说 说点什么啊 为什么要 在下面很安静的 查杀我一个井下的人 我又不能讲话 我也是奇怪啊 我能帮助到狼团队 得到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1号29 29是在 帮我们分析井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身份 2号云哥的发言 我觉得很好 2号云哥应该也是个好身份 3号的话 看不出来有点天马行空 4号的话 一般身份 5号 上方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帮好人玩的心态 帮好人玩的心态 6号 没记住 7号的话 我认识好身份牌 因为这个不好 对不对 那两个原家 只有一个是真的嘛 那我肯定认7号是好身份 这一轮我肯定是跟着 7号出 但是我不明白一点 就是 为什么有人跟你 跳原家你不踩他 你竟然怂了 说要出我11号 这我很不明白了 8号狼 9号 感觉像狼 深水狼 10号女 11号名 我不想当一张扛推的牌 但是我确实是个名过 好 到我发扬了 就是这一轮 我不管你们场上人 是认7号是真原家 还是认我12号是真原家 这个7号都说出11号了 对吧 那这盘是不是要出这个11号的茶茶 这个是不用 就是你们这盘不管是 认哪个原家是真的 这盘是不是都要走11号 7号 7号说的是 我认你12号一张平民 我跟你一块出11号 这是你7号的原话 7号要说要出11号 我12号要出11号 这这一句 出11号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就是我听完10号的发言 我认为10号大概率是一张女巫牌 所以你8号能够在10号 还没有发言的情况下 你能说出来一个11号是女巫 去刀的10号 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啊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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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爆了爆了 8号玩家自爆 游戏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 11号和12号 没有玩家被禁言 11号 12号 请离场 4号玩家成为警长 警长 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 警右 从3号玩家开始发言 3号先发言 我就站对边了 12号就是冤家走的 然后 11号感觉像是个被毒的牌 因为11号在上一轮聊天的时候 感觉 比老鼠还紧张啊 那个发言是什么样的 就是解释了一通 为什么要上号给10号 九成说的很对啊 我认得好人牌 他说8号这一点 我觉得说的很对 你是睁眼 你肯定睁眼看到了什么 我不是女 我就是个名 就这么简单 然后 反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身份 这轮的话 预言家走了 那这个假的预言家得出去吧 这批铁狼不出 我就有点没道理 这一轮的话 我之前一直是跟JY走的 那JY现在走了 二科的话 我觉得二科的逻辑和思维都很清晰 但是这一轮我还是建议你归7号 因为7号这个铁狼是不是坐实了吧 过了 这把不好意思比较晕 刚才吃了饭 我操 血流到肚子上 谈了点这个没关紧要的事情 我还是选择不站队 因为确实我跟2009 九成状态差不多 我刚才虽然是认真听了 但是我是一个毕业玩家 我希望这把 其实讲道理 说句实话 既然JY认了九成 那科是个好身份了 那看九成怎么说吧 讲道理 我觉得景辉应该给九成 九成还在场的话 景辉应该给九成吗 他都认他是女巫了 那等会儿再想一想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JY把鼠大王提示他 让他报了 那么这样的收益是什么呢 报了之后 这个可以少 首先投票 可以先门后过关 然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九成读的JY 我不是很确定 听九成到底读的谁 这样两种当中就可以出了 两种当中结果就可以出了 还有一种是 刚才少帮主说了一句话 他意思自己是前因者 晚上会死两个人 对吧 我在想他刚才 可能也是狼队里的一员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任囚徒是正义员家的话 少帮主这把 应该是狼队里的一员 这一轮我觉得最主要是听一下零九的这个 听一下零九的发言嘛 我还是比较迷的 我承认我比较迷 就还是让 这半正眼玩家给信息吧 不好意思 二号又混了 在这儿狂混 没事 二号混过去很羞贵 一号玩家发言 其实二号我觉得看不清应该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不带身份吧 也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现在等一下五号的话 衣服可以脱了 我是潜行者 我等一下票在三号身上 抱不抱 不抱吗 就大家再聊一聊吧 对吧 我票你三号 你晚上肯定出了嘛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游戏我还是一句 我还是按照最早的 不会玩的时候 教我的东西 票行不会骗人 三号八号 举的十二号 把他台上的警长 昨晚怎么算都是十二号 直到十一号是零九读出去的 只有这一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我觉得 前面JY看到两个人上他票 一个聊抱 应该是比较崩溃的 我觉得 其实 这局现在没什么东西了吧 因为少帮主穿我衣服 之前我也无所谓 因为前面那一轮 可能我已经出那个小楼了 因为我还是信票行 对吧 如果你好人 你上错票 你被我潜行者晚上弄出去 那我只能说你们自己判断失误 这一轮的话 也不要分析了吧 老鼠抱就是想少聊一点 对吧 想让我们不要有票行 主要是怕帮主 那个潜行者那一票 其实帮主不是潜行者 我是潜行者 所以今天我会这票投在小楼身上 然后晚上的话 就算你们白天推不出去 我也是把他给票出去了 因为他这个票行实在是 不单单是你自己说 说聊抱了 11号也聊也是问题 11号从这里开始聊 这个狼 1号好人 2号好人 3号不知道 4号 不知道 一圈好人了 只有你不知道 其实已经开始有点 就是耸下去的感觉 狼采狼应该是作词了吧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突然发现云哥 还有这么可爱的一片 云哥就冲你刚刚那个表演 我这个绝对不归你 跑你 然后进决赛 对吧 但是虽然保你归保你 我还是收回一下 我刚刚说的话 我前面说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神 我收回去了 对吧 我是一个超称职的神 对不对 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神 为什么呢 第一 我把老鼠聊抱了 所以一开始我是很迷糊的 老鼠一抱 我全清楚了 对不对 老鼠是我 我给聊抱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 11号我读出去的 11号是我读出去的 而且事实证明 读得非常好 对吧 事实证明读得非常好 为什么说 事实证明读得非常好呢 就是12号跟 7号里 肯定有一个真的语言家 对吧 我一开始可能混淆了你的视听 但我告诉你 我是女巫 我是在语言家之上的 所以说12号和7号里面 必有一个语言家 那到底是谁是语言家呢 我告诉你读的11号 你说谁是语言家 对不对 你说JY如果他是好人 但不是语言家 他有没有可能起来 跟一个真的语言家焊跳 不可能 那么JY非狼毕语言家 那么非狼毕语言家 如果JY是狼的话 他先聊抱 就是跟着我聊抱了一个老鼠 然后他查杀的是一个11号 11号的发言中 就基本上也是一个聊抱的状态 就他他完全11号 没有站边哪个语言家在打 在11号的逻辑里面 就单从谁是语言家这一点 他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11号肯定是铁 铁狼走的 再加上JY如果是狼的话 他可能自刀吗 这一轮 不可能的 所以JY必是语言家 那么这一轮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全票出求一个 就狼 我们现在那个金言掌老 金言那是谁 我忘了 但是不要紧啊 现在鱼屋还在 然后金言掌老 还在 前一者还在 他们这一刀刀的是语言家 这是他们第一刀成功的 第一刀刀的是我没成功 第二刀刀的是JY 这是第一个坏人杀到的人 而且我们好人推出来两个狼 一个是我毒的 一个是豹的 而且这个豹的 给了我们太多信息了 今天全票出囚徒也是一狼 囚徒没有好人的可能 别听他变 别听他变 他是没有任何 丝毫没有任何考人可能的 首先我说的话 我不会骗大家 因为这个人是为我聊豹的 我是 而且我女巫 我确实也撒毒了 我以为我会死 但是狼很笨 他没有选择刀我 他刀了JY 他应该是刀了我 然后去把JY给归死 骗死 就是骗大家把JY投死 这是狼人唯一的一面 然后这个囚徒JY在已经分析出来 是必定是一个真预言家的情况下 囚徒是不可能 作为一个好人 在这边汗跳 然后一直赖着屁股不走的 对吧 所以囚徒这轮根本不听 他说什么 直接全票出 然后这样的话 三狼已出 好人只死一个 下一刀他随便刀谁 无所谓 我觉得你们躺着玩都赢了 但是我跟潜意者说一下 我觉得小楼的话呢 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JY是一个 名的预言家的情况下 小楼作为一个狼团队 抱紧一个预言家 就不管自己狼同伴怎么说 我就是要抱JY大腿 我管他是好人 还是换人 是不是跟我一个狼人阵营 我们保他进决赛好不好 这轮我劝一下 就小楼算了 算了放一码 就剩下一个潜意者 还有一追 对吧 一追 你心情如果实在不好的话呢 我觉得刚才那个 跟我狼同伴 不跟我一起 那个什么的人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人今天脸很臭 让他吃瓶药回去休息一下 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最好的情况是 你根本不用 下一轮我们再慢慢推 因为我也挺直听了这个发言 但是我能确定 现在确实是三皮狼走的 就不可能有其他情况的 在这里很清晰 因为从我的视角上来 看下来很清晰 就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 至少在目前的我的逻辑 没有发现另外一种情况 所以这轮全票就是7号 好吗 过了 上一轮没有发言 为什么脸抽 不能说话 手势又比不好 要你脸不抽 好 就是 井上就是明显 明显给后制卫压力 让你们汉跳的小心点 对吧 帮着囚徒炸一下 顺便看看他是不是真一年假 就顺便炸了一下后制卫的身份 就是 他跳了个女窝 他如果不跳女窝 还真觉得他是被我炸出来的了 对吧 女窝你最大好吧 不过你毒药没了 你说的不算 对吧 我就继续在这说几句 你毒药都没了 你那么恨我没用 那么你想想 那就盘板子对吧 那8号自爆的时候 JY对他说了什么 说你自爆不自爆 然后他忍不住了爆了 他问他你自爆不 他不爆 JY问他自爆不 他爆了 就是我听完10号的发言 我认为10号大概率是一张女巫牌 所以你8号能够在10号 还没有发言的情况下 你能说出来一个11号是女巫 去刀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啊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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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爆了 就是你们为什么认为12号不可能自刀 对吧 在我看来 12号就是最最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11号也是一匹狼 对吧 我觉得11号可能也是一匹狼 这三郎走了吗 就是如果12号他是自刀的 我问你最后一匹狼 二科是不是一个金刚狼永远活在场上 当然我是一个好人牌 这是我分析的板子 对吧 我 你不是不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想想 你用反逻辑想一想 如果12号他是一匹自刀的狼 场上谁的收益最大 那么就是4号这一匹金刚狼 我昨天虽然不能发言 但我比了手势 我说1号好人牌 4号身份不好 因为4号 就是你3号虽然上了JY的票 就是我觉得如果场上还有一狼的话 是在3号4号中间 就是如果我认JY是一匹自刀狼走的 那么4号就是那一匹最后一个金刚狼 就是囚徒这个预言家 其实我是信的 首先他在井上第一个位置 发后置位井上的一个查杀 其次 这个JY他是给井下查杀 然后这个11号确实发言很不好 又撩爆了8号 撩爆8号的不是12号 不是12号 是10号 好吧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JY不可能知道 就是你不是验了帮主这个身份吗 对吧 你告诉我帮主是什么身份 就是我更倾向于帮主是一张好人牌 对吧 如果他让老人牌 我信你一轮 如果你就是我 我觉得我想的没错 我可以 我选择跟你站一边 你看前面全都是要出你的 对吧 那我现在支持你一票 你说出谁我出谁 就是警长的归票我不信 就是警长那个 你自己身份其实是个位置的 你只是拿了警徽 你也不能怪我站边 但是你不能归我 因为我没做坏事 对吧 我也没说指使这个干这个 我只是踩了几个身份 对吧 你要是把票归到我身上了 那你就是一匹铁狼牌 拿我排水 所以我是一张好人牌 你归不到我身上 我这一轮就是 先听七号一轮 我选择站边七号打一轮 好吧 过了 首先七号非常的开心 因为从七号的市场来说 本来七号想的是 五号是我的金水 赶紧说 后来我一想 一狼二狼三狼走了 还剩一只狼 他不可能抱 对吧 我再给你九成说一下 八号这张牌 它的原话是什么 你可能是有点疲惫 没听清 八号说的是 你七号应该归十二号 你七号归十二号 我信你是真运渊家 你归个十一号 那我不能信你的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十一号是个女巫 昨天晚上她 就是十号 因为十号玩家 也是个人运渊家的 我在想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存在 这是八号的原话 就是他拿我没有归十二号来打我 不是说 他说归十一号怎么样 然后十一号这张牌 你们还记得 他作为一个铁狼的发言是什么吗 你十二号我就弄不明白了 你验我一个平民是什么心态 你七号 你们可能具体的话记不太清了 但是你能想象到 当时他听他的时候 那个语境就是 他多么不愿意承认我 七号是张好人牌 他多么艰难地承认了 十二号是一张坏身份牌 他说十二号是怎么说的 你的身份不太好 对吧 一个查杀我一个平民牌的人 你的身份不太好 我要是一张平民牌 你查杀我 你是铁狼 他怎么聊我七号的 你七号 他宁可相信 这是你十号 他都不愿意支持我七号 我七号查杀 一个查杀他的人 他都不愿意站我的边 那你想他是什么身份 对吧 我作为一个预言家 你们可能会考虑 我为什么不打十二号这张牌 因为我说过了 前半段的舆论 我聊不动 对吧 我出十二 虽然十二号是我的查杀 但是我觉得出不动 那我作为一个预言家 我要做的就是 我要出狼 十一号是铁狼 只要能把十一号出去 无所谓 我还能多报一轮信息 我只要能活下来 给个信息 多出一个狼 无所谓 对吧 出狼就出狼 我判断出十一号是狼 虽然有点风险 但是我活下来很重要 把十一号出了 十二号出了 那八号这个 九神把他聊出来的 对吧 九神说那个信息 确实我没太听清楚 把八号聊爆了 很好啊 现在场上我认为的三只狼 已经走掉了 十一十二八号三只狼 还有一只狼 不可能出来 所以说 如果场上有两狼的话 对吧 一共死了三个人 如果不是三只狼 那场面上至少有两狼 那边那个报潜行者的 你告诉我狼 为什么不报了刀 他让他开不了那一枪呢 对吧 如果现在场面上有两只狼 狼是不是会报了 带走那个一号潜行者 带走潜行者 潜行者开不了枪 他们还能追刀 对吧 他们会傻乎乎的 让你们排水排干净吗 对吧 五号牌 是我一张金水牌 因为你前面的言论 真的是不很支持我 然后我想让你带队 你看我想让你带队 等到今天 五号是一张金水牌 我能接受啊 你们大家 这轮把我投死 因为我们还有三个神 但是呢 五号是金水牌 我认为 十二号刺刀之后 他给四号这张牌 保个金刚狼 可能有些人会想到 我认为他可能是想 保四号的好身份 让四号相信 我是一个假预言家 他是真预言家 因为四号 如果你不是狼的话 你会觉得 哇 你看他把金水给我了 我还不是金刚狼 那他这么做 是没有收益的 可能会打你这个点 所以说我认为四号 你的身份 我现在不知道 我确定三号 这张狼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号你想一想 我们聊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摇摆的时候 就觉得 十二号是预言家 还七号是预言家 一号有摇摆的时候 对吧 六号打我 说七号只是因为 他的习惯 对吧 五号我给了你金水 我验了你 确实是一张好人牌 你愿意穿前行者 你穿 然后五号也是打我的一张牌 对吧 但是这轮我相信 到他那 他也可能会有所摇摆 那你告诉我 全场最坚定的是谁 三号 三号每一轮投票 都是跟着十二号走的 对吧 第一轮是 第二轮是 到他的发言是什么 我是绝对支持十二号的 Why 大九神是一张女巫 愿意站边 也是这一轮愿意 平衡局势的站边 他也不是说 怎么样的一个 从逻辑判断他站边 对吧 因为我要做的事都是好事 我要出的全是狼 然后你三号是什么呢 我不管 我就支持十二号 那你告诉我 三号你是什么身份 这一轮你们要是 想出我没问题 出了我 麻烦潜行者带走三号 因为他不敢自爆 他们只有一只狼 自爆他 你稳稳地开枪 好吧 七号过 五号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过了 六号 六号这轮 好好发言 然后给潜行者一个建议 然后给我们大家明一个建议 六号先说自己是好身份 然后上一轮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是大家都没有聊到的 就是上一轮没有禁言 这有两有两种情况对吧 三种情况 第一 被禁言的人死了 就是十一十二里面有一个人死了 第二就是 禁言长老没有禁人 空禁的 第三种情况就是死的人里面有禁言长老 然后死的人有禁言长老里面 我觉得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八十一我认为应该是狼走的 然后十二号我怀疑是很大概率之刀 但是只是很大概率 然后囚徒的问题 我建议是这样潜行者 潜行者 单票非囚徒 我们这轮出三号 这是囚徒现在只剩他唯一一个愿家 为什么 我说一下 因为囚徒还 如果我们 他说这轮认出 出他的话少一轮阉人 对不对 但是如果晚上 他是被 潜行者刀掉的话 他还是可以留一个警惠流的 所以囚徒是建议 这轮出他 然后晚上 刀三号 我建议是 潜行者单票非囚徒 我们把三号给出了 这样的情况下 还可以留一个警惠流 如果他真的是愿家 不对 警惠流在四号 算错了 那我建议这样吧 建议是先试警惠 然后再次 第二 下一晚上再说 潜行者还是单票非他 过 四号你能动吗 四号什么身份啊 警长警惠 他说归你就归你了 你还敢踩四号 就不知道你何来的自信 我要是你 我就慌慌哒 跟着四号走 对不对 我保四号一轮 强势保四号 我说一下 JY的心动历程 好吧 JY呢 作为一张 被前之位 原家查杀的牌 起跳之后 查杀自己狼同伴 同时警惠流报的是 八也是自己狼同伴 就是想做好了这个身份 因为 就是我跟JY 是算是打得 在场上 场上是最多的 就我跟JY 经常会达成一个共识 该自刀时 就是要自刀的 所以你们不要 尤其九神 不要担心 JY不会自刀 对吧 我告诉你 JY自刀 自刀的是 你也感受过 他想自刀 你不让他刀的那种感觉 他这种人 你让他去死就可以了 好吧 他喜欢死 所以呢 他呢 本身的计划呢 是自刀自己之后 给八号警惠流的 老鼠金刚狼 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四号 是不是金刚狼呢 不一定 就是四号这张牌 你至少要尊重一下 JY不可能 查杀自己狼同伴 警惠流双狼了 我觉得 有点太拼了 所以八号是他原计划的一张 警惠流里的金刚狼 但是呢 由于八号自己聊抱的原因 那没有办法 对吧 那让他去 让他们三兄弟嘛 十一号为什么呢 就首先 囚徒善伦发言的时候 我是比较认可他的 因为在一个预言家无助的情况下 发出那样的言 我可以接受 对吧 我可以接受 那囚徒你接着 接下来验谁 你没说 好吧 我帮你报一下验谁吧 九号好身份 十号好身份 你是敢出四号的 也算你先好身份吧 你验一下云哥的嬉皮笑脸的吧 好吧 就云哥这个嬉皮笑脸 我刚才他一直在犹豫 哎呀 这个我又混了 自亏不如 也可以狼人就发言不好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去划嘛 对不对 好吧 云哥 你要是狼 你给他刀了 别让他说话 好不好 我希望你第二天起来 看到的是 囚徒死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出云哥了嘛 囚徒没死 给云哥报一个好身份 那狼坑不是马上挤出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云哥 我建议你晚上去刀了他 三号小龙 你们说要出他 我可以接受 好吧 我可以接受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戟然长老 你今天不用挂票 就不用 不用发动技能 好吧 也许我是戟然长老 我金水 你也聊不动 为什么呢 三神俱灾 如果 他刀你戟然长老 你是浪费了一个杀人的机会 但你也不会杀错人 那么这边景辉流可以抱一轮 对吧 排这个坑 我觉得呢 就不给狼人机会嘛 就你也不用发动技能 就像有时候猎人 觉得好像优势 是可以不开枪的 你不用管 他刀他 下轮你那个技能也没浪费 他刀你 验人也没浪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好吧 你去验一下云哥 那最后剩一个四号 对不对 都在场上羞辱他 也无所谓 我觉得四号身内 我的四号身份还可以 咱们这一轮就放过四号 好吧 记得我 那个三号 那出了就出了吧 今天出三号 然后二号你去摸他 好吧 这个身份和九号身份 我觉得不错 我是一张金水牌 十号是女巫牌 那是一张神牌 那你要刀神去刀神 你要刀名去刀名 好吧 我觉得名也够 为什么不让你 一号乱去投票出人呢 万一出个名 再推个名 剩一个狼把名到刀了 虽然还是差一刀 但是我觉得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今天出三号 四号警长 你们愿意听他的 我觉得没必要 还是听我的比较可靠 我分析的比较合理 好吧 出三号 查二号 二号是一张可以混的牌 太混 这个二号 那一号 我建议你别发动 你要发动技能 也无所谓 好吧 过了 四号发言 你为什么都在聊我 四号竟然长老 听不清 四号竟然长老 听清了吗 还聊我吗 我今晚就把你王给敬了 怎么那么多话 你聊我身份 现在三十个跟罗打嘛 对吧 就是我 我就是一张竟然长老牌 我今晚把你敬了 你们质疑我身份的 你就看你明天早上 他能不能说话嘛 对吧 我第一个晚上进了桃子 是我敬的 怎么了 我第二个晚上进了11号 我以为九十会读三号 所以我把11号给敬了 因为我以为 我觉得三号是一张 可以晚上读走的牌 11号是让白脸可以推走的牌 但是我觉得你读11号也没有错 因为11号在我就去一匹狼走的 那个是个豹的嘛 两匹狼 我是不太相信 就是这个时候 这块还自刀的 但是无所谓嘛 我觉得现在我能排出来最后一匹 就是排出来的一个狼坑 就是小楼 如果说小楼这把出了 游戏没有结束的话 那我觉得肯定 太难把他自刀这种 三号玩家自爆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 胜意 本局游戏中 三号小楼 八号属大王 十一号风小狗 十二号JY 十四张狼人牌 七号囚徒 是预言家 十号领九 是女巫 一号楼塔二九 是前行者 四号二科 是近年长老 其余四名玩家 则是村民牌 第一晚 女巫领九 睁眼看到自己遭遇手刀 果断选择自救 预言家囚徒 首艳JY 知道了其狼人身份 锦上竞选环节 囚徒前志位发言 直接查杀JY JY则选择后志位汉跳 查杀自己的狼同伴 风小狗 试图互作身份 虽然JY顺利拿到警长 但由于风小狗 锦上 没有给囚徒投票 被前行者 老大二九 和真预言家囚徒 看出了其狼查杀狼的套路 囚徒奔着求吻的心态 在认定狼采狼的情况下 选择优先除掉 JY的查杀风小狗 导师狼团队 骑虎难下 同时 狼人蜀大王 也应聊到零九 是首刀 而遭到女巫零九的怀疑 在半暴露的情况下 蜀大王选择自爆 直接进入第二夜天黑 让JY则刀 做好身份 这一晚 经验长老二科 和女巫零九 不约而同的选择 将近能用在 两位原家都认定是狼的 风小狗身上 狼人风小狗 被同图同进 至第二天白天 场上三郎已死 最后一郎小龙 也应一直有明确的战鞭 而被大家怀疑 在听了一轮发言 发现自己 即将被票出时 小龙选择自爆胶牌 由于狼人接连自爆 前行者落他二九 本轮尚未使用技能 好人阵营获胜 结果你留我一个人在场上 我怎么打 被羞辱吗 好气啊 被SM了 还想扎我 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战术可行 他就是肯定他要跟我 做成对立面 他必须要跟我 对 结果 结果他那给你丢下就是 我懵逼了 我不懂这个战术 我懵了 总结一下今天三轮吧 确实和很多高手玩的话 就是掌机很快 比第一季要好很多 但是第二轮做了的时候 确实有点问题 因为我和大九神谈好 是我颈上要跳颈的 但是我发现那个前置位 可能有一些漏洞 耸了没有跳 然后让九神背锅了 这一局的话确实有点失误 背得好 下一集吧 下一集的话能够加油 我没有背锅 做狼的话能够让我们的队友 能够想办法演艺区吧 也感谢各位第一集的 就是录制吧 感谢 很高兴来参加 PandaQ的第一季节目录制 首先感谢一下 节目组和各位嘉宾 然后先恭喜一下 一号玩家LOT29 我觉得29这个同学非常的谦虚 确实 我跟他是同一时间来玩的吧 然后我们也是零起点 然后其实玩这游戏 确实是要有天分的 实话是说确实有天分 我确实跟29同学比起来 天分就差了很多 然后我想跟JY和王道个歉 然后因为今天的第二局 实在太余了 就是打死都不相信 王都有点非常生气的发言了 希望不要介意 绝交 绝交了 这两个道歉绝交了 必须绝交 那么还要说一下 今天九神第二局 虽然是九神自己说是无意中汗跳的狼 但是我真的是完全相信他这边了 我觉得九神水平又上了很大的一个阶层 最后想说的是这个节目 还有恭喜下囚图对不对 那个叫什么 什么长老 靳言长老 靳言长老 确实牛逼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 讨论是哪个大神玩家玩得非常好 而不是说 这个玩家怎么这么菜 不要说我菜 说我混是可以的 我可以接受的 我的口号是 在这狂混 好了 那个二号发言结束 三号发言 三号今天运气很差 拿到三局狼 然后可能是我带低了狼的配置吧 然后但这都没 有点伤 就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玩狼人了 而且玩狼人真的很痛苦的 就是你明知道 井上是有一个队友是汗跳的 你还要装作自己是平民 然后通过自言判断去坚定他 去跟随他 但其实我就是因为他是我的队友 所以我才跟随他的对吧 然后所以 反正心里挺痛苦的 我觉得很纠结很煎熬 我还是更加喜欢玩好人的身份 我觉得平民身份也挺好玩的 希望接下来能够多拿几局平民 然后囚徒这个自 静岩守卫把自己给尽了 没看懂 静岩长老把自己给尽了 然后真的是一匹非常非常 一个非常非常深水的静岩长老 就我们 我们那天当狼的时候都没有察觉到他是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跟我 跟我一起的队友零九吧 零九那局确实 如果说我们听他的自刀的话 说不定就赢了 但是零九最后良心发现 然后把自己给爆了 大家就没有赢 没有赢 其实那局我觉得零九的决策是正确的 零九之前有说过要carry我的 我觉得他是确实有这个能力来carry我的 还有就是JY吧 JY确实一如既往的在好人的时候 直接第一轮发言点四个狼 把我吓得 塑塑巴抖 真的是塑塑巴抖 那天 就那局我刚好是狼 真的是塑塑巴抖 反正之后 我如果是女巫的话 应该 我再确定JY不是好人的情况之下 我就把他盲独了吧 这种人太可怕了 对吧 一如既往地针对一下 过 我发言啊 就是 九神之前有说过要carry我的 但是九神今天第二把把我骗得太惨了 我是 我是最坚定的 从头到尾 仗错边的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自己今天玩的也不是很好 其实三局都玩了身份牌 第一局是狼 第二局是潜行者 第三局是金安长老 就是我觉得今天 第一把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四皮狼的配置实在是有点不高 而且就是 我们大家都是不太会玩狼的 所以第一把输得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JY真的很厉害 就第一把直接把我们四个人的身份都点的都很明显 而且还有沙帮主我觉得很厉害 就我觉得第二局的时候 就是我是相信自己的逻辑的 然后就是沙帮主是非常坚定的一直站在王那边 王我会请你吃饭的你别动我 然后我觉得 我们是刚交的朋友 我觉得第三局的话 第三局的话有点躺赢吧 就是第三局是赢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然后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 怎么躺赢呢 就7号第三局 对对对对 怎么躺赢5号是不是保4号 怎么躺赢 怎么躺赢 4号是神牌啊 你还保4号是神牌 然后我觉得 因为场上有四位玩家是没有一起玩过的 王 楚大王还有JY还有那个风小狗 我们是没有一起玩过的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再适应一下 反正我从今天开始不会再信九神的汉跳了 有问题 5号长颈鹿发言 在这 给我用一下 不给你 用一下球姐 5号依然是场上脖子最长的这个玩家 好吧 这个觉得今天穿几点衣服和手持这个器皿 它是有用的 这个吉祥物感谢球徒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以后呢就不属于你了 属于大家针对12号玩家的一个小利器 12号玩家今天又总结发言 一会儿我轻彩一下 你一会儿抬我一手 然后我想说一下 其实呢在玩了这么久下来以后 我就今天上一次SP的时候 我觉得云哥是让我觉得进步最深勇的 像九神这种已经属于高水平玩家了 已经不需要说谈进步多少了 这次呢 二九是让我顶呱呱的一个选手 所以以后那个多带我赢啊 多带我赢 我是会玩狼人的 但是呢 因为你看啊 无论哪个预言家景辉流理 来回来去的就是这几个人 我是真的希望各位如果想进步 想打的更精彩 想玩的好 景辉流理不要了这几个人 因为我拿着一张狼人牌 我一定在前两天一定会被咽 对吧 你就会很绝望 我发言再好 我能告诉你 景辉给别人 给四号了 给五号了 给你那你还是要被出的 我希望呢大家呢 能勇于地去咽一些外面的人 对 不要老咽那几个人 也可以这几个人玩狼 流条活路 对吧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囚徒这种 一拿预言家就咽我跟JY 你我知道 你认同我们两个的实力 我也认同你 下次你别咽我们了 是不是 你也别咽我 别你别你 好 六号你知道谁是你的真兄弟 对不对 是你危难之极 谁是你刚交的朋友 你自己一会好好聊聊自己身份 我是那个最刚的吧 兄弟 还有云哥 云哥这个不用担心 混就混 我们以混为主 我现在也想混 哎呀我们这都是混 对都是混的 你们三兄妹吗 混混的三兄妹吗 好吧 我的发言结束了 六号 六号发现了一个事实 也是我一直不想认 认清的事实 就是六号 就是 一个当村民的秘密 所以六号决定在以后的这个日子里 正好我老家还有一亩地 我想回去体验一下 当村民的生活 也好适应以后我们节目的节奏 嗯 练习一下发言 练习一下 作为一个村民应该说的话 也不要再想这么多花板子了 这跟我都没有关系 祝愿各位玩家以后拿到身份的时候 要良好的发挥 然后 然后 好辛苦我的天了 六号以后看到村民牌是 内心是不会产生什么波动了 过 哎呀 这个太惨了 就是村民牌确实在有些板子 尤其是这个板子还好 丘比特的板子更伤 就丘比特要骗你 第三阵营要骗你 狼要骗你 然后谁为了后面 谁也要骗你 然后村民之间互相不信任 然后你什么信息都没有 投错票了还得被喷 就是最伤的 这次的板子 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觉得就是金言长老这张牌 就是 特别好玩 你想狼能让一个人死掉 对吧 女巫能让一个人毒掉死掉 就一轮 你要想金言长老 每一轮都让一个人变成小跳舞人 就他的动作就特别好玩 然后其实作用和白痴也差不多 这次来玩发现29真的是很厉害 你看他很少战术队 而且他能用逻辑 帮一些正确的人 就是让这个舆论走向一个正轨 然后小楼今天的话 就是站队异常之坚决 就是这是我的狼队友 就是我的狼队友 就还是很坚决的 以前玩的时候 我记得小楼的时候 都不敢上票 不敢发言 在这待着 反正就是你们出到我就出到我 出不到我就混到最后 混 然后二科的话就是一个 以前喝到玩的时候 就女巫非常敢自信开读 局势判断非常敏锐的一个人 然后村民同学也是 玩得非常不错的一张牌 对 然后这个鼠大王 这个也是 鱼 那一轮战队阵型 对不对 战队阵型让我很惊讶 就直接点破我一个大村民的身份 造就了我可以狂混 然后帮主也是一样的 其实帮主我 其实你说我验你 其实很简单 我想验你 我们形成一个team 那真的是天地无用 让C死 C死 但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每次都是狼 你就不能争回气 你当个人 我们是不是能形成一个联盟 对不对 你说咱俩都是长久路 每次就不能形成阵营 组成一个路群 然后这次也是用了这个力气 加上衣服 也是在和JY的汉跳过程中 取得了这个信仰上的优势 就是大家如果想克制JY的话 可以佩戴一些饰品 项链 手镯 戒指 这东西目前来看是有成效的 我觉得主要是长相上的优势 对对对 毕竟脖子长 毕竟跟他儿子长得像 像新来的玩家11号 就是他盘点逻辑的时候 只是最后一局 可能因为这个板子 确实我们玩到后边 板子已经比较花了 所以说可能面纱没有那么 刚来新人已经很厉害了 能点出那么多逻辑 然后九神还是这次 真的是这次汉跳让我 真的是将信将疑 我真的是信了你了 这很厉害 而且发言 像以前我们还记得九神 当了坏身份的时候 那简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本来是个坏人 现在已经是眉飞色舞的一个坏人 眉飞色舞的 就是进阶到老流氓的初级节的小流氓 好 过 8号玩家发言 8号玩家还是那句话 人当久了 拿到狼就不会玩了 最后一把拿了个狼 这是有点了爆了 我发现人当多了 就是当了狼 说话的性质都不一样了 这点还是有点感觉 每次拿狼就被你们一眼看穿了 一轮都活不过去 这个第一轮就没了 他 这还是有在加上 对得起你的金面具吗 不过 也是 实在 有点不符合我金面具的水准 是吧 九神现在我是觉得真的厉害 拿到狼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在那使劲地吹 还不是被你看出来了 那还是因为你语言有漏洞 但是从神情上起码是看不出了 语言上还是很厉害的 还数大王眼睛尖 对 过了过了过了 今天拿了 两把身份牌 一把预言家 然后一把狼人 一把平民 我预言家赢得挺开心的 然后第二盘的狼人牌是我太自信了 我觉得四郎俱在优势巨大 随便骗一个指谁干谁 没有听我们的大九神选择自刀 就是耍他们一下 然后导致我们的狼 狼团队血崩 第二把锅我接了 然后 你看狼你老看我干嘛 我又不是你狼团队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长帅 前踩的时候 他们为我问我 想跟谁做狼队友 我说沙帮卓 真的 有图有真相 然后就是王这一局 其实我把狼人嘛 就跟着这个九神 就把这真一年 压出在白天了 就感觉到王好像有点不高兴 其实就是王鸡确实挺倒霉 SP也是 到这里也是 全是平民牌 我我一拿身份牌 我晚上一睁眼 王都在这样 都在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希望王 下一期节目就是 哪怕拿到平民牌 我们也可以就是 我就 我 站队 对吧 我不乱玩对吧 我说出自己的逻辑 这是你进阶的一个路程 所以 我希望你今天不要 高级错误 太不开心 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在这里讲一下 JY就是有 第二盘 也是第二盘嘛 就是去煽动 JY的话 其实JY作为好人的时候 他说的话 大部分逻辑都是对的 但是在别人看来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的时候 知道他说的对 你选择的 而是不去相信他 这就是你一个高阶的玩家 和一个低阶中阶玩家的一个分辨 是他发言水平 你不你再说的各位都是高阶玩家呀 发言水平问题 就是 还是没有感动他们 就你你加点眼泪 也没感动你 哎 加点眼泪 我觉得你下回你就是不要说 我跟你说 你就跟我同 对吧 你要说服他 多一点耐心 你知道吗 少一点过 好吧 过了 10号玩家发言 10号玩家 今天身体状态不太好 所以就没有太聊这个就是带动气氛的话 然后到复盘总结了 我也就大家都点评挺多的 我也不点评了 我就说我自己吧 我感觉今天玩了三局 第一局是潜行者 第二局是狼人 第三局是女巫 啊 我感觉今天三局 呃 作用都还是发挥的挺大的 作用都还是发挥挺大的 我对我今天表现还是挺满意的 我感觉一个sp和一个 呃 这个第一季 pandaq 呃第一集的节目录完之后呢 呃 稍微有一点膨胀了 躲开了 哎稍微有一点膨胀了 就感觉自己好像挺厉害的 那我过了 哈哈 呃 11号是一个新玩家啊 那我玩的场数不多 但是今天跟到那么多大神一起 慢慢杀这个游戏的话也 感觉的出来这个游戏是很吃逻辑跟 发言的一个游戏 那也希望我在 后面的游戏过程中啊能 学习到更多 呃完善自己的发言跟逻辑性啊 然后呃 首先要跟观众朋友们道个歉啊 因为我来之前大家跟我说的是 如果你拿到女巫 一定要盲读JY第一轮就傻读 不要问为什么 但是我第二轮的时候救了他 我感觉对不起大家 哈哈 那我也是今天玩下来之后觉得啊 JY确实是蛮强啊 在做 玩家可以说都比我厉害啊 我是一个 新人玩家 那我也希望 之后的话我能学习到更多 然后带给大家一些 精彩的游戏过程吧 然后呃 最后也跟JY说一声抱歉 因为最后一把我不是太懂他的 战术 电子竞技没有道歉 下次努力 好 哈哈 好 好 又到我总结发言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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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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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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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说什么来的 哈哈 就是就是 其实那盘那盘也 也不能说怪谁吧 啊对 要怪鼠打坤 对吧 人家11号毕竟是个新手玩家 就是确实有点难为人家 你查查我呢 你查查我我就懂了呀 不啊 这个这个这个8号我是想做 就是我看了一下我的狼队友 一个小楼一个就是 大坤 还有11号我想算了 让金刚狼让这个鼠打坤当嘛 就量身打到一身特别脏的战术 你怎么跟我啊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没有没有 龙小雕好不好 龙小雕以后就是好吧 你我 结果结果到8号那边聊炸了 这个就是跟我最开始那个战术 有所北辈了 然后到11号一聊呢 就等于说4个狼全架了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 这种战术我觉得是我 是我想就是我是想玩的更 更让大家能够有逆 逆逆逆向思维这个这个点 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有有很多人 还是只能考虑正向的 就是其实多些逆向呢 可以以后大家都能听听啊 就是这个意思 以后我还会玩脏套路的 没事没事 别遇到这个7号预言家就行 哈哈哈哈 然后第二盘呢 第二盘形态很好的 就我我其实是 因为之前跟深途玩过嘛 然后深途就是 眼感染力特别强 然后我也就是 我学习不了他这种掰风格 但是其实第二盘我是 已经很努力的去去去去掰票了 但还是掰不过来 呃所以呢 就是我也就是这个可能是我 我水平一个平静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 能够掰回来别人的票 这个我也是 你那一轮换了 你鼠票 觉得这个能掰过来 鼠鼠差不多 我操掰不过来 就怂 我换了深途 我也不信的 然后我我当时是尽量去 就我一直跟云哥对话嘛 其实我一直想掰云哥票 都也没掰回来 我我感觉这个东西 可能是我没想象 念不上 可能是没有找到什么窍门 就还是有有东西 还是有这种点没有抓到 以后以后再说吧 反正今天这个这个这个板子 大家玩都挺好的 Tender King 金炎长老 请金炎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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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我这把金炎长老开着前逃 我就告诉你们 这把老人怎么赢 我们刀的四号 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没来眼去的 各种言语 在看一号 不太好 今天晚上把你砍了 你不说实话 你怪得了谁呢 喜欢投他就是我投他 这是我的自由 打得我想喷人 这个游戏不是比谁声音大 你要为你之前的行为买的 关你们什么事啊 这个发言都得死 今天白天就能带你走 所以我们村民要做好什么事情 就是布局